我们的灵魂就像一块明亮的宝石 与生俱来的纯净和美好 然而 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挑战 压力和负面能量 可能会让这块宝石失去光泽 变得模糊不清 因此 如何守护前境的灵魂 避免被淘汰 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话题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 如何通过与高灵连接 来保护我们的灵魂 首先 我们需要了解高灵的概念 高灵也被称为高我或指导灵 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 处于更高的维度和更高的意识层次 高灵拥有广阔的视野和智慧 能够看到我们生命中 各种可能的选择和结果 并引导我们走向最有力的道路 高灵的存在是为了帮助我们成长 进化并保持灵魂的纯净 在现代社会 我们往往被各种外界的干扰和负面能量所包围 这些干扰可能来自媒体 社交网络 人际关系中的负面情绪等 如果不加以注意 这些负面能量会逐渐侵蚀我们的灵魂 让我们感到疲惫迷茫 甚至失去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 与高灵连接是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摆脱这些负面影响 重新找回内在瓶颈和力量的重要途径 与高灵连接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种自我觉醒和自我疗愈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学会倾听内心深处的声音 感受来自高灵的智慧和爱 这种内在的连接 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本质 认识到自己真正的需求和渴望 而不是被外界的声音和期望所左右 高灵的指导往往以直觉的形式出现 这种直觉是灵魂的语言 我们的现实世界充满了各种选择和机会 然而 并不是每一个选择都适合我们 高灵能够帮助我们辨别出 哪些选择是符合我们灵魂本质的 哪些选择会带领我们走向迷失和混乱 因此学会信任和跟随内心的直觉 是与高灵连接的关键一步 灵魂的纯净来自于我们内在的和谐和平静 而这种和谐和平静 往往是通过与高灵的连接来实现的 当我们与高灵连接时 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无条件的爱和艰难 这种感觉让我们不再受限于自我怀疑和不安 让我们能够全然的接纳和爱自己 这种内在的爱和接纳 正是灵魂纯净的重要来源 高灵的存在 也是一种强大的支持和保护 在我们遇到困难和挑战时 高灵能够提供智慧和洞见 帮助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并保持内在的平静和信心 这种内在的支持让我们能够更加坚定的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不容易被负面情绪和困难所击垮 与高灵的连接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实践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这种态度体现在我们对待生活的方式上 体现在我们如何对待自己和他人 我们学会了感恩 宽容和爱 这些美好的品质 让我们的灵魂更加纯净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高灵的智慧和指导 也让我们能够更深刻的理解生命的意义和睦的 我们不再仅仅是为了追求物质的成功和外在的成就 而是更关注内在的成长和灵魂的进化 这种深刻的理解 让我们能够更有意识的选择那些能够提升我们灵魂的经验和机会 而不是仅仅追逐短暂的快乐和表面的成功 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能量 有些是积极正面的 有些则是消极负面的 负面能量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甚至会侵蚀我们的灵魂 使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 因此 学会识别和清理这些负面能量 并经常与自然接触 是我们保持灵魂沉静的关键 在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令人沮丧和不安的情况 比如说 在工作中遇到挫折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压力重重 情绪低落 这时候我们的能量场会变得浑浊 灵魂会被这些负面的情绪所污染 这种负面能量不仅会让我们感到身心疲惫 还会让我们的心态变得消极 无法看到生活中的美好和希望 同样的 我们也会遇到一些让我们感到愤怒和不满的事情 比如说 在人际关系中 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 或者是被误解和诽谤 这些负面的经历会在我们心中留下阴影 使我们的情绪变得易怒和敏感 这些负面情绪会不断地在我们的脑海中重复 让我们无法平静下来 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和身体健康 此外 我们所处的环境也会对我们的能量场产生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压力和竞争的环境中 这些负面的能量会不断地侵蚀我们的灵魂 使我们感到无助和孤独 这些负面的环境因素会让我们的心态变得更加消极 无法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快乐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人说 他们感觉自己被负面能量包围 无法摆脱这种沉重的感觉 这种感觉可能会表现在很多方面 比如说 他们经常感到疲惫不堪 无论怎么休息都无法恢复经历 或者是经常感到情绪低落 对生活失去兴趣和热情 这些都是负面能量对我们身心健康的影响 还有一些人 他们可能会经常感到焦虑和不安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 都会有一种莫名的压力感 这种焦虑和不安会让他们无法专注于当下的事情 总是担心未来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这些负面的情绪会让他们的心态变得更加消极 无法看到生活中的积极面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识别这些负面能量 并学会如何清理它们 首先 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些负面情绪和思想的存在 并且不否认它们 当我们感到情绪低落或心情不加时 不要试图压抑这些感觉 而是要静下心来 问问自己这些情绪和思想从何而来 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 找到问题的根源 每天我们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 这些挑战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心灵和灵魂 在这样的环境下 如何守护我们前进的灵魂 避免被现实的喧嚣和烦扰所淘汰呢 答案在于保持心灵的纯净 而每日冥想正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冥想是一种古老而又简单的静心方法 它不仅能帮助我们放松身心 还能清除内心的杂念 使我们的灵魂保持纯洁 当我们每天花时间进行冥想时 我们能够与更高的自我联系 提升自己的灵性 这样我们就能在纷乱的世界中 保持内心的平静和集中 避免被淘汰 冥想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闭上眼睛 深呼吸 让思绪随着呼吸自然流动 在这样的静心状态下 我们能够更清晰地聆听自己的内心 感受灵魂的纯净和纯粹 这是一个与自己深度对话的过程 也是一次心灵的洗涤和重生 当我们能够保持这样的状态 我们的灵魂将不会被外界的杂音所污染 在每日的冥想中 我们可以尝试各种不同的技巧 例如专注于自己的呼吸 感受每一次吸气和呼气的过程 或者想象一片宁静的海洋 让自己的心灵随波逐流 感受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 无论哪种方式 只要能让我们感到平静和集中 都是有效的 通过每日的冥想 我们可以逐渐提升自己的灵性 这种提升不仅体现在 我们对自我的认知和理解上 更重要的是 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 各种挑战和压力 在面对困难时 我们不再轻易被达到 而是能够以一颗平静的心去解决问题 找到最好的应对方法 更高的自我联系 是我们在冥想过程中可以达到的一种状态 当我们能够与自己的内心深处进行对话时 我们会发现 很多平时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 其实都能够迎刃而解 这是因为 我们内心的智慧和力量是无限的 只要我们愿意去挖掘和利用 这些潜力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在冥想中 我们还可以进行自我反省和检讨 这样的反省不是苛责自己 而是客观地审视自己的行为和思想 找出需要改进的地方 通过这样的反省 我们可以不断完善自我 让自己的灵魂变得更加纯净和强大 此外 每日的冥想还能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积极的心态 当我们能够以平静的心态 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时 我们的心灵将不再轻易受到外界的干扰 我们会变得更加自信和坚强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都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智 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还需要学会感恩和接纳 感恩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 感恩每一个给予我们帮助和支持的人 这样的感恩之心 能够让我们的灵魂变得更加纯洁和美好 而接纳自己 则是我们能够真正做到与自己和谐共处的关键 无论我们有多少缺点和不足 我们都应该接纳自己 并独立去改变和提升 选择爱而非恐惧 是我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 守护前进灵魂的重要秘诀 这种选择并非仅仅是一种情感上的倾向 而是一种能量的选择 它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 提升我们的振动频率 让我们与地球的高维度能量保 持一致在每一个日常生活的片段里 我们都会面对个种挑战和考验 而选择爱 则意味着我们选择了理解 宽容和艰难 而非恐惧和排斥 爱是一种能够包容一切的力量 当我们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选择爱意味着我们愿意以宽容和理解的心态去应对 而非被恐惧所左右 例如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任务 与其被恐惧和压力所淹没 不如选择爱 用一颗平和的心去接受挑战 寻求合作和支持 这不仅能让我们保持内心的平静 更能让我们在解决问题时充满创造力和智慧 爱的选择也意味着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 我们每天都会与形形色色的人接触 有些人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困扰或不满 但选择爱 意味着我们愿意看到他们的优点 理解他们的处境 而不是被负面情绪所支配 这种选择不仅能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更加和谐 也能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加宽容和强大 我们的内心世界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外在生活 选择爱而非恐惧 能够让我们的内心充满光明和正能量 这种能量会反映在我们的生活中 让我们遇见更多的美好事物 举个例子 当我们以爱的角度去看待世界时 我们会发现身边的美好和善意 这些正能量会不断累积 最终形成一种强大的磁场 吸引更多的美好进入我们的生活 选择爱 也是在选择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 我们可以选择抱怨和放弃 这是恐惧的选择 但我们也可以选择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 这是爱的选择 这种积极的态度 会让我们在困境中看到希望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从而一步步走向成功和幸福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面对一些让我们感到恐惧的事情 比如失去工作 健康问题 人际关系的矛盾等等 但如果我们选择以爱的方式去面对这些挑战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每一个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 当我们用爱去面对恐惧 我们会发现内心的力量 这种力量会帮助我们战胜一切困难 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自信 爱也是一种宽恕的力量 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 但如果我们选择以爱的心去宽恕自己和他人 我们就会发现内心的重担会瞬间消失 我们不再被过去的错误所束缚 而是能够轻装上阵 迎接未来的挑战 宽恕是一种解放的力量 让我们的灵魂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安宁 当我们选择爱而非恐惧 我们也在选择一种更高的生活状态 我们的灵魂会因为这种选择而变得更加纯净和强大 我们不再被外在的困难和挑战所困扰 而是能够以一种平和和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一切 这种状态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和幸福 让我们的灵魂得到真正的升华 释放过去的业力 是我们每个人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当我们能够真正反思过去 并且宽恕自己所犯的错误 我们就能够从中解脱 让灵魂变得更轻盈 并且适应更高的震动频率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 但也充满希望的过程 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 每个人的人生旅程中 难免会犯下错误 经历痛苦与挫折 这些经历累积起来 形成了我们的业力 业力并不是一个惩罚 而是我们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然而若不加以处理 这些业力会成为我们灵魂的负担 阻碍我们前进的步伐 因此释放过去的业力 是我们保持灵魂沉静的重要步骤 反思是释放业力的第一步 反思不是简单的回顾过去 而是深入的审视自己的行为和动机 问问自己在那些错误的背后 我的真正动机是什么 我的行为如何影响了自己和他人 只有透过这种深入的反思 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过去的经历 并从中吸取教训 反思的过程可能会让我们感到痛苦 但这正是我们成长的契机 自我宽恕是释放业力的关键 许多人都能够宽恕他人 但却很难宽恕自己 宽恕自己并不是为自己的错误开脱 而是接受自己作为一个不完美的人 会犯错并且会从错误中学习 告诉自己 我原谅自己的过错 并愿意从中成长 这种自我宽恕的力量是无穷的 它能够解放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 迎接光明的未来 在这个过程中 负面情绪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愤怒 悔恨 怨恨等情绪 都会阻碍我们释放业力 学会处理这些情绪是至关重要的 当你感受到负面情绪时 不要压抑它们 而是允许自己去感受它们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深呼吸 让这些情绪自然的流动和释放 可以通过冥想 写日记或者与信任的人倾诉来释放这些情绪 当这些情绪得到释放后 你会感觉到内心的轻松和自由 适应更高的振动频率 需要我们不断地提升自己 这包括了身心灵的全面提升 首先 要保持身体的健康 均衡的饮食 适当的运动和充足的睡眠 都是必不可少的 身体是我们灵魂的载体 只有保持身体的健康 我们才能够更好地适应高频的能量 同时 我们也需要提升心灵的素质 这包括了培养积极的心态和正面的思维习惯 每天早晨醒来 对自己说一些积极的话语 例如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我充满力量和信心 这些积极的暗示能够帮助我们 以更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在灵性层面 我们需要保持与内在自我的连接 这可以通过冥想 瑜伽 祈祷等方式来实现 每天花一些时间 让自己静下心来 聆听内在的声音 这种灵性的练习能够帮助我们 提升灵魂的振动频率 并且与宇宙的能量同步 我们的灵魂就像一个天秤 过去的夜里和负面情绪 是天秤上的重物 让我们无法轻盈地前行 通过反思和自我宽恕 我们可以将这些重物一一去除 让灵魂变得轻盈 这不仅能够让我们 适应更高的振动频率 也能够让我们的生命 变得更加美好和充实 释放过去的业力 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 也是为了我们周围的人 当我们变得更加轻盈和纯净 我们的能量长 也会影响到周围的人 带来正面的改变 这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 我们每个人 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当我们谈论 如何守护前境的灵魂 避免被淘汰 首要步骤就是保持 正念与积极心态 正念简单来说 就是全然活在当下 专注于当下的每一个瞬间 当我们全神贯注于当下 我们的内心会更加平静 更能体会生活中的美好 你可以通过每天 进行几分钟的冥想练习 来培养自己的正念 不需要太复杂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闭上眼睛 专注于你的呼吸 感受每次吸气和呼气 让自己完全沉浸在这个过程中 这种简单的练习 可以帮助你减少压力 增强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积极心态则是让我们面对挑战时 能够保持乐观和自信的关键 世界每天都在变化 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 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这些变化 保持积极的心态 就像是一种内在的动力 能够驱使我们不断前进 迎接未知的挑战 当遇到困难时 不要把它看作是阻碍 而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告诉自己 这是我变得更强的机会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成长的契机 只有保持积极的心态 我们才能够从中学习 变得更强大 面对地球的高维度变化 我们的能量场也需要随之调整 能量场是我们 与周围环境互动的方式 积极的心态能够提升我们的能量场 使我们更好地适应这些变化 当我们的内心充满正能量时 我们的身体也会感受到这种积极的氛围 从而在面对外界压力时更加坚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量场 它会受到我们的思想 情感和行为的影响 当我们保持积极心态时 我们的能量场会变得更加稳定和强大 从而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灵魂 免受外界的负面影响 此外 与积极心态紧密相连的是积极的生活态度 我们要学会欣赏生活中的每个细节 无论是阳光明媚的早晨 还是一杯温暖的咖啡 这些看似平反的小事 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快乐和满足 当我们开始用心体验生活的美好 内心的积极能量就会不断增强 这种正向的能量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更加积极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挑战 保持正念与积极心态 还有助于我们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当我们心态积极时 我们会更容易看到他人的优点 更加包容和理解他人的不足 这种包容与理解能够帮助我们 与他人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 从而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中 获得更多的支持与力量 人际关系的和谐能够为我们的生活 增添更多的温暖和幸福 让我们的灵魂在这些美好的关系中 得到滋养和成长 我们还可以通过积极的心态 来提升自己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我们面对困难时 积极的心态能够激发我们的创意思维 让我们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找到更多的解决方案 这种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 还能够让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挑战时 更加自信和从容 每一次成功的解决问题 都是对我们能力的一次肯定 这种肯定能够进一步增强我们的自信心 让我们在未来的道路上 走得更加坚定和稳健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还要学会自我接纳和自我激励 自我接纳是指 我们能够真实地面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当我们能够坦然接受自己的不足时 我们内心的压力会减少 这样我们才能够更专注于自己的承担和进步 自我激励则是指 我们要时刻鼓励自己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都不要轻易放弃 给自己设定一些小目标 完成每一个小目标后 给自己一些奖励 这样能够帮助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 让我们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充满动力和热情 此外 积极心态还能帮助我们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提升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会自我接纳和自我激励 真实地面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这样才能够减少内心的压力 专注于自己的成长和进步 设定小目标 给自己一些奖励 能够帮助我们保持积极心态 让我们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充满动力和热情 最后我们要明白 保持正念与积极心态是一个不断修炼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 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 保持积极的心态 最终我们会发现 自己的灵魂变得越来越纯净 内心变得越来越平静 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适应地球的高维度变化 还能够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平静和幸福 通过正念与积极心态的修炼 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 让自己的灵魂保持前进和纯净 这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我们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自信 最终能够迎接生活中的一切挑战 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当我们谈到灵性成长 保持高度的自我觉察 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自我觉察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能够观察和理解 自己内在状态的能力 这包括我们的情绪 行为模式 以及背后的动机 自我觉察能让我们 及时调整不符合 灵性成长的习惯 从而避免被低频率能量影响 保护我们的灵魂沉静 每天我们都会面临 无数的情境和挑战 这些情境可能会触发我们内心深处的负面情绪或反应 例如 当我们遇到挫折时 感到愤怒或沮丧 是很正常的反应 但如果我们能够保持高度的自我觉察 就能在这些情绪刚刚浮现的时候 立刻察觉到并加以调整 自我觉察的第一步 是学会观察自己的情绪 情绪是我们内心状态的反应 它们告诉我们内心真正的需求和渴望 当我们感到不安焦虑或愤怒时 试着停下来 问问自己 这些情绪从何而来 它们在告诉我们什么 这样的自我反省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内在状态 从而做出相应的调整 然而 光是观察情绪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观察自己的行为模式 行为模式是我们面对外界刺激时的反应方式 它们往往是长期习惯的结果 例如有些人面对压力时会选择逃避 有些人则会选择积极应对 通过观察自己的行为模式 我们能够识别那些不利于灵性成长的习惯 并加以改变 那么如何改变这些不利的行为模式呢 首先我们需要有意识的培养新的行为习惯 例如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在压力下容易逃避 可以尝试在面对压力时 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理性的分析问题 找出解决办法 这样的改变需要时间和耐心 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 就一定能够形成新的行为模式 保持高度的自我觉察 还有助于我们避免被低频率能量影响 低频率能量通常来自于负面情绪和消极的思维方式 它们会降低我们的震动频率 让我们陷入低迷的状态 当我们能够及时察觉到这些低频率能量的存在 就能够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进化和提升自己的能量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冥想来提升自己的震动频率 冥想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灵性修行方法 它能够帮助我们平静心灵 清除内在的负面情绪 让我们与内在的高频率能量连接在一起 通过冥想 我们能够进一步提高自我觉察的能力 从而更好地保护自己的灵魂沉静 此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保持身心健康来提升自己的震动频率 健康的饮食 适当的运动和充足的睡眠都是保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 当我们的身体健康时 我们的精神状态也会更加积极 从而更容易保持高度的自我觉察 总的来说 保持高度的自我觉察是守护前进灵魂的重要方法 通过观察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模式 及时调整不符合灵性成长的习惯 我们能够避免被低频率能量影响 保持灵魂的纯净 这样的过程需要我们持之以恒 不断的自我反省和改进 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 一定能够达到灵性的提升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